老百姓不打官司 那么吻婆就见不着钱 诉得够呛 这回一听王家皇家打官司 吻婆乐坏了 鼻子泡都出来了 啊 实在运转 等着吧 两家只有花钱的 等着 一宿没睡觉啊 给送礼的人留门 没来人 喝 一直到今天早上起来 吻婆跺脚骂街 哦 钱都花完了 就把我甩边上 行了 窝着一肚子火 上得公堂 老爷一吩咐 去咽一下吧 哎 一转身 有一个桃木的托盘 里面有一个大碗 满满灯灯一下的黄酒 托上来了 大人 我们这盘叫赐血验针 好 什么叫赐血验针呢 我这有一簪子 把王大小姐 中指刺破 鲜血滴入碗中 碗中是黄酒 倘若 他是真杰烈女 黄酒里边这个血团 他抱团不散 倘若是败柳残花 这血就散开了 啊 现在也很高兴啊 这个法很好啊 啊 这是你发明的 不是 这个我师父教给我的啊 我们有传授 历朝历代都这样 那么说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人为的 啊 稳婆的指甲都藏 在指甲术里面藏了一种药粉 他如果把这药粉胆子里面去 啊 你里边割上血 非得散开 那这药粉怎么配呢 我不告诉你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这么一说 您这么一听 啊 拿手一拉这姑娘 哎 完了小姐 你有用我的劲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意思告诉你 要花钱这会还来得及 姑娘拿手一甩 我没什么可说的 哼 好 稳婆只咬牙 算你狠 把簪子拔下来 一抓这手 一寸中指 哐一下子 当时血就出来了 啊 他们都有这手槽 啊 稳婆端着碗 这手上来先交代 啊 交代完了 一不留神的功夫 把这纸子里这药粉 就弹进去了 鲜血滴入是四散分离 稳婆嗷嗷嗷一嗓子 大老爷 鲜血四散 您瞧这怎么回事 躺上躺下 呜 怎么呢 大伙都听明白了 鲜血不抱团 这姑娘是败柳残花 过去多坑人呢 啊 就因为没送到钱 就得背成这么一个名誉 姑娘一听 柳梅倒树 性眼缘争 一抬手 问着稳婆这脸上 全身的力气 姑娘没打过人呢 这一辈子头一次 啪 这大嘴巴 稳婆原地转四个圈 转圈回来 哎 打的是我吗 啊 打木了 哎呦 大老爷 大老爷 他打我 老爷点点头 刚才还骂我呢 打你不算什么 这个 这怎么办呢 这个 哟大老爷 这个没办法了 就得接着验吧 我带着东西呢 说着话 拿着几根竹竿来 在原地治好了 周围有布曼 一伸手拉着姑娘 来姑娘 我给你好好验一验 我验一验你 到底是败柳残花 还是真吉利女 往这帐篷里边 来这姑娘 躺上躺下 就乱了套了 姑娘扫的脸冲红了 那个年头 这么大一姑娘 在堂上 让人这么害 就活不了了 一伸手啪 把稳婆推开了 油打怀里边 掏出一把剪子来 今天临出来的时候 早就做好准备了 心说今天 我就死在公堂上 把剪子撑出来 拿手一指指线 大人大人 明明我今日死在你的堂上 让你看看我到底的轻薄如何 愿大人恭候万代 贝贝高声 啪 剪子望下一落 鲜血自奔 死时栽倒在地 唐神就乱了 当时大人碰就站起来 拉拉拉住了 拉住了 拉住了 哪拉得住 有差人过来看完了 告诉大人 人死了 就这一句话 大人光荡就坐在凳子上了 完了 下意识 下意识 拿手一摸这帽子 六年后补 刚得了一个官 待两天 就算完了 我这命可太苦了 大人坐在这傻了 吻婆也傻了 出人命了 这官司要是望上打的话 这里边有我 啊 保不齐我得掐奸入狱 站在这光盛哆嗦了 黄文灯也傻了 完了 我这万贯家财 算是了进去 保不齐啊 我这命也够瞧的 堂底站这些乡绅父老 啊 乡绅呢 都是县里边有头面的人物 来了之后 往这一站闭着眼 啊 揉着胡子 你审爱他不理你 他盯着啊 听差不多了 他逼着漏 他在睁眼呢 你这不对 你那不对 哒哒哒哒哒 说这个啊 但有一批这工作的人 今儿来这帮个人 开始都站着不说话 啊 都是老头们 这儿粘着胡子 啊 一瞧死了 哎呦 带起好几个儿了 心说完了 这几位一对眼神 得了 现在也这帽子 保不住了 整个大堂上 最难过的 是王松廷 用手一指 青天老大人 你好一个青天 当堂逼死我的妹妹 这棺子 咱们打了 在宿宁县 说不清楚了 我要上告 咱们合肩服再见 转身下堂 央肠而去 这就是 王松廷疏忽的地方 事已至此 强忍悲痛 应该把后边事做好 我妹妹死了 验 继续给我验 验清楚了 是真杰烈女 你给我写下来 都给我写好了 拿着这纸东西 咱们打官司告状 他把死尸扔在这 扭头 他就走了 他是走了 堂上可乱了 黄文灯站这也坐下 旁边有着行明的师爷 还算聪明 把笔放下 滴滴的声音跟老爷说 老爷 死尸莫离寸地 赶紧退堂 对 来 找一颅席被死尸盖上 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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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都散了 大老爷转身 亮亮腔腔 往后堂就走 身背后 跟着黄文灯 再后边 跟着师爷 师爷本来想啊 跟大老爷去说这事 一瞧不对 黄文灯跟着了 师爷多聪明 心说大老爷你糊涂 躺上这个官司 你倒霉倒霉 姓黄的身上了 现如今他后边跟着你 要跟你说话 无私也有病 我躲着点吧 他转身走了 支县大人进书房 黄文灯跟进来了 大老爷望这一坐呀 眼泪都快下来了 哎 两膀进尸的笛子 好容易 熬了一个官 熬四五宁县支县 我熬了六年呢 在北京城等这官 不是说你考试啊 你得了功名啊 你这就马上就能放一十缺 不是 等着 跟北京熬着 熬了六年呢 这六年都快穷死了 你得租一宅子 你得雇仆人 你得雇一厨子啊 教父这都得现雇 虽说没有时任 但是你得家两人 没有说老爷带些沙漠出去买菜的 这六年家里钱都花差不多了 实在没辙了 哎 敢这么一机会 放任苏宁县 第二天出这么一吃 怎么办呢 一抬头瞧见黄文灯 大老爷气一天 这会什么菜不救都能把他吃了 我这大好前程 毁在你的身上 黄文灯 黄文灯的脸呢 喇渣黄 老爷老爷 我也没想到啊 这个事到如今 着急也不是办法 这个我 我家门无德 你有德没德 你往里边牵扯我干嘛呀你 你没得我招谁惹谁了 现如今唐上逼死人命 上仙怪罪下来 我这帽子没了 是小我这命都在里边了 老爷您别着急 您别着急 两个人这说着 一条连笼 又进了爷 谁呀 知县大人那位二爷 跟班的长随 叫皮士 堂上 一直跟边上伺候老爷 瞧老爷回来了 他也跟着来 站在旁边 捶手势力 听他们俩聊天 啊 鸡一嘴压一嘴 大老爷眼圈都红了 这正说是呢 皮士 大叉了 老爷 您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啊 啊 这个兵来将党 水来土堂啊 这个事好办 哎呀 别瞎颤了 什么好办 当堂逼死人命 老爷我的前程就算是完了 您别去 这官司要是结了 要是不结 对您有什么影响 你不废话吗 啊 官司要是能结了都没事 问题现在官司结不了啊 人家上和监府上高去了 啊 知府大人 你来我就算完了 大人 这官司 能结啊 你出去出去出去 你搅和什么呀 我怎么能结这官司 当堂逼死人命 而且人家这个千金小姐 那是真结烈女啊 哪有怀胎八个月 哎 老爷 您说这对 不过 这王瑞英 要真是怀胎八月 您就没事了吧 哎呀 这不废话吗 他要真是怀胎八月 老爷不就没事了吗 可以啊 啊 你说什么 可以啊 你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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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可能的事 你出去 你出去 黄文灯拦上 老爷 你让他说 二爷 你说 怎么个可以法 简单呢 知府大人来这验尸 验尸女尸 果真怀胎八月 不就没事了吗 哦 怎么能让他怀胎八月呢 老爷 虽然说王家小姐是真结烈女 没有怀胎八月 咱们府里边的丫鬟春红 可是怀胎八月 啊 是啊 他是怀胎八月 怎么着 他要是躺在公堂之上 等着人来验尸 现如今五月十三小暑之际 赶等再过个半个月 知府大人再来 面目难辨 就说他是王家小姐 这事不就完了吗 你糊涂 那春红活蹦乱跳的 怎么能躺在那替死尸啊 把他宰了 不就是死尸了吗 啊 皮顺 你说什么 把他宰了 不就是死尸了吗 皮顺 这春红 这春红 他可是你媳妇啊 老爷 我这叫忠心为主 我害怕 你还是出去吧 你 万万使不得 黄文灯过来了 好 好 人都说 有义谱中心 没想到今天我瞧去了 二爷 罢了 你是高人呢 好 这个房子可以啊 诸之限制 你别窜动他 这个事是万万使不得 当堂逼死人命 这就是了不起的事了 现如今再宰了一个 我这官没法做了就啊 不行不行不行 哎呀 皮顺 你出去 别说这事 老爷 我跟您这么说 您现如今 熬了六年 熬这么一个官 如果说辞官不做 您走的话 您有盘钱钱吗 没有 说两句话 真没钱了 我十指望上任来 这几年能缓一下 哪曾想两天遇见这么一事 还是 大人 您现在回家 您能干嘛去 您家里有九个哥哥 对吗 您说 对 我大哥 我二哥 我三哥 我四哥 我五哥 我六 我知道 为了您 心血操干了 人家他们 把所有的钱供给您 让您好好上交 现如今 您这样回去 您对得起他们吗 是 你说的也有道理 人这会就糊涂了 沾屎则迷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要是这么着回去 我可对不起 我那大哥 二哥 三哥 四哥 五哥 六哥 七哥 八哥 九哥 我对不起他们 是啊 您不光对不起他们 您还对不起您那大嫂 二嫂 三 四嫂 黄文灯一百首 咱们记正事说 记正事说 这样吧 一身手掏出两张银票来 一张一千 一张五百的 把一千的递给了猪的人 五百的 给了皮水 没别的 大人 这一千两银子是我赎罪 给您买包茶一喝 二爷 这五百两给您 您拿着它 试成之后 还有五百两 除此之外 四五宁县内 无论谁家的姑娘 你瞧上头 冲我说 花多少钱 我给你取过来 什么叫宅子 哪就院子 一切 冲我姓黄的说 我拿出办了 家来给你 好 多谢黄老爷 正说着 一条帘子 登登登登登 进来个小孩 六岁多一点 不到七岁 头上梳着一个冲天厨的小辫 小脸蛋 红扑扑跟小苹果似的 穿得很可爱 有大伴子进来了 老爷 太太叫您吃饭呢 谁啊 这孩子他妈呀 是在府里边的老妈子 跟着猪的人呢 也好些年了 啊 就是寡妇娘俩 这小孩呢 叫淘气 妈叫淘气 老爷吃饭了啊 哦 我知道了 去吧 去吧 一会我就去 一会我就去 哎 站起身来 小孩出去 黄文灯站起来了 大人 这事啊 就这样吧 啊 没有别的 咱们没有退路 就这一烫道 您 我要好 咱们就都好了 我 我再琢磨 琢磨 我再琢磨 你先回去吧 好 我告辞了 黄文灯 转身出去回府 皮顺也出去了 大老爷 有打这屋出来了 捏头打脑 来到后边 夫人等着 老爷 退堂了 听说今天不顺序 夫人啊 夫人 官运不汪 哎 运俭时乖啊 来来 你坐下坐下 给倒了杯水 喝水 喝水 哎 夫人啊 我对不起你啊 跟我受了这么些年苦 现如今十指望 放了十缺 有了外认了 没想到我惹了这么大的祸 今天堂上 如此正般 正般如此 把事全说了 夫人叹了口气 哎 没有办法的事 哎 那事到如今怎么办呢 皮顺给我出了一主意 什么主意 就把皮顺说这事 又说了一遍 夫人听完之后 眼泪哗就下来了 春红不容易 十岁父母双亡 卖身到了诸家 这么些年 跟着一块受罪 这些年老朱家没挣钱 啊 跟着受了连倍了 后来 好容易见缓 把他许配给皮肤 谁曾想 这踏实日子 没过上两天 惹来杀身大户 哎 不行 这事是绝对不行 哪能这么办呢 啊 要这样的话 咱们不是缺了大德了吗 当场逼死人命 一行大罪 那宅里边 二师相比是罪上家罪 老爷你糊涂了 啊 我是糊涂了 可是我 我现在是真没准主意 这皮肤说 他要去杀春红 火音刚落 窗户外边 荒狼 盆碗碎了 谁啊 淘气的母亲 河马 给那仔啊 上菜 端着一大汤碗 正走在窗户外边 听里边说 杀春红 手一哆嗦 啪啦 一下子 这汤碗就碎了 紧跟着 一打连笼进来 哭通过去 老爷老爷老爷 不管春红犯了 什么错 您可不能杀他呀 夫人赶紧给掺起来 别哭别哭别哭 别哭站起来站起来 你没明白怎么回事啊 你也不是外人 这事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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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回事 哎呦 河马又跪去了 老爷太太 您千万别听皮顺的话 这事不能干呢 咱们哪能这样 我求您了 直线大人掺掺 你起来吧 你起来吧 我还不至于糊涂的这个份上 啊 我考虑考虑 这个事怎么办 夫人呢 你说怎么办 要我说 堂上的尸体不能动 等上线 衙门来查 咱们实话实说 该领什么罪 领什么罪 顶多了 咱们回家种地去 回家之后 我还会做一手针线活 好好教咱的儿子念书 啊 以后在家里种个地 做个小买买 也是一辈子 好吗 好吧 夫人 那我听你的 正说着 登登登登登 脚步声音小淘气 打外边跑进来 老爷可了不得了 皮顺把春红姐杀了 屋里当时就都杀了 话音刚落一条连笼 皮顺打外边进来 俩眉眉眠一块眼睛里冒杀气 手里坐着这口牛耳钢刀 别害 淘气 哇就哭了 转身扑到母鸡身后 河马的眼泪可止不住了 皮顺 老爷 你杀人了 是啊 你看 这刀头幽血 哎呦 我不让你听我的心吗 你怎么不等我呀 老爷 我要是问您那不成杀鸡问客了吗 虽然我没念过书 我看过戏 啊 想当初有一个无汉 为了小中留秀 把自己的妻子都杀了 我今天这是为了血骨 大老爷 您瞧我 忠义如何 夫人在旁边恨的呀 啊 还没过去打逼顿 心说你还学无汉呢 你简直就是个无来呀 啊 没想到这小子怎么这么狠心呢 嗯 可事到如今了 这个事不好说了 小淘气哇哇的哭着 皮时一等他 你再冲事我就宰了你 夫人说你干嘛呀啊 你跟着孩子过不去吗 恐怕他走漏风生 那还有他妈呢 那就一块宰了 那还有我呢 哎哟 我就这么一说啊 夫人 小人是个奴才 您让我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我听您的 说着话 哐朗朗 把刀扔下来 我听您的 屋里边全傻了 支线大人脑全乱了 坐着光盛哆嗦了 夫人想了想啊 皮时啊 黄文灯给了你多少钱 五百两银票 在哪呢 在这呢 伸手拿出来 夫人接过来 老爷 你那一千两呢 在这 两张银票一掉个 是啊 这一千两银票 是给你的 难为你 一片忠心为主 事到如今是这样 咱们当堂逼死人面 已经是错了 内宅之内 又杀了春红 念在你 于衷于笑 这个事 咱们别提了 偷偷摸摸的 把春红埋了 日后好好的超度他 也就是 这五百两 我们两口子 做个安家的路费 这一千两是你的 也够你下班辈花的 这个事 到此为止 我们等着上司到来 甘冤领罪 你拿着钱 赶快逃生去吧 皮时一琢磨 这不行啊 这个 啊 哦 给我一千两 这事就打发了 这一千两是买我那 大的 是买我那小的 这是两条人命啊 啊 话又说回来了 姓黄的还许我呢 宿宁县所有的姑娘 随我挑啊 嗯 什么叫嫁妆 哪个叫宅子 他喝出了万贯家财 给我呀 哦 你这么一说就完了 想当年跟着你们家 不容易这些年啊 刚有点起色 你惹这么大货 你不干了 那可不行 哎呀 夫人哪 夫人哪 此事万万不可呀 怎么不可 你想的道理 黄温灯不是好人呢 他凭空的拿出一千五两银子来 他是为了把这事买平了 如果说最后咱们不为他做主 官司打翻了 他肯定得咬咱们 那时节 老爷不光当堂逼死人命 而且还有着贪污受贿之嫌呢 你想一想 哦 那你说呢 我是一个当奴才的 我能说什么呢 不过我觉得还是二师相抵的好 朱几求朱的人站起来 对呀 夫人哪 他说的有道理啊 现如今这样了 咱们就得把这事做到底啊 夫人眼泪下来了 完了 啊 现如今支县大人已经是叫不回来了 人已经糊涂了 你说什么听不进去 一条道跑道黑 叹了口气 和妈 带淘气出去吧 你俩歇着吧 哎 和妈擦点泪 带着淘气 你俩俩走了 夫人叹了口气 大人呢 大人 你是沾世责迷啊 你好好再琢磨琢磨吧 啊 转身 夫人也回去了 屋里边就剩下皮顺 与朱几求 大人 您说怎么办 啊 我说怎么办 我没主意 你说吧 我听你 你让怎么着就怎么着 嗯 夜半三经 把两个死尸颠倒过来 一切 你就甭管了 哦 好好好 好可不行 我一人干不了这活 那怎么办呢 您啊 我我我我我没有力气 我我干不了这活 哎呀 我不是说您 东乡房 不是有您的少爷 朱少庆吗 这是皮顺的坏 怎么呢 这个事不能我一个人担 我得把你们爷儿俩 全拧在这里头 日后这官司打出来了 咱们是一回事 啊 东乡房不是有您的少爷 朱少庆吗 大人一琢磨不行啊 他年仅十六岁啊 他哪干得了这事啊 您甭管了 打个下手就行 我一日忙不过来 哦 行行行行 我叫他去 东乡房 少爷朱少庆 正念书呢 小孩不大 喊得这也无来 他爸爸也没瞒他 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全说了 说完了孩子这样的精神哆嗦了 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 啊 这您让我怎么着 就怎么着吧 好 你去准备准备 夜之三经 咱们帮着你皮事搁 把这事搬了 朱少庆回到上房 面见自己的母亲 把事说了 妈呀 刚我爸爸跟我说了 啊 他们那个二师相抵 让我跟着打死尸去 夫人一听啊 哎 新说丈夫丈夫 你太糊涂了 你掉在里边 不要紧 你怎么能把孩子也搁在里边 可事到如今 老爷是一条道 跑到黑 拉不回来了 擦擦眼泪 跟儿子说 少庆啊 少庆 哎 事到如今呢 你爸爸是让鬼迷了心了 妈也管不了 但是你记住 搭死尸的时候 你搭脚 你可别搭头 不管日后什么时候 这个官司有打翻了那天 无论你面见什么人 你可记住 为娘我教你的话 年仅一十六岁 尚未成丁 身处险地 负命难为 而且你搭的是脚 你记住了吗 娘我记住了 到最后 这个官司打到北京城 传语壮见皇上的时候 朱少庆就凭着这几句话 活得命 这是后话 由此 可见夫人的足智多谋 夜到两京 皮顺啊 弄了点酒 买了点菜 来到大堂上 张三李四 两个差人跟着看死尸呢 死尸不离寸地 不许动 有人看着 皮顺来了 哎 多俩辛苦啊 哎呦 二爷 还没歇着呢 喝没啊 睡不着觉 皮肩也热 你们哥俩够辛苦啊 哎 这没办法 公事嘛 哎 我这有点酱牛肉 还有点酒 哥俩就找点下喝会儿去 我这会儿没事睡不着 我替你们盯着 呦 这二爷哪能让您破贝 您这 你瞧 你瞧 咱们是一回事 快去快去快去 哥俩请高兴 拿着酒 拿着肉 转身走了 第一声听了听 桥楼上 鼓打三惊 心说是时候了 来到这边 先把朱少庆叫出来 少爷 走 跟我走 问哪 先问自己住的那间房子 在后院 推开门 床上躺着春红的死尸 朱少庆站在门口 一劲儿作唆 哎呦 鼻声啊 这这 春红姐 是啊 哎呀 这跟往常不一样啊 废话死了 你先弄 我先躺会去 我叫你帮忙 我能帮什么忙 我胆小 乖 跟我搭 走了 进前 先把死尸身上的衣服扒去 为什么呀 一会儿二十相抵的时候 得把那套衣服换在这个死尸身上 死尸扒完了 来 跟我来 皮顺啊 上前就拽腿 朱少庆虽说害怕 但是这点他还明白 哎 皮顺哥 我没劲儿 我搭不了脑袋 再一个我害怕 啊 我我搭脚 行吗 啊 行 你搭脚 上前一伸手 皮顺就把死尸上半截滚下来了 夹子里下 你搭着点 哎 搭着点 好啊 都挺凉的 你说这是闹 搭着哪 搭着大膛上 搭着大膛上之后 皮顺心说这不行 这里边得有仙菜盐 没仙菜盐不行 你去 把直线大人请过来 啊 叫我爸爸 还太好 孩子回去 一会儿工夫 先他爷 啊 跟这朱少庆爷儿俩一块 哆嗦就来了 怎么怎么 还有我的事啊 不 您帮个忙 您给看着着啊 看着 这是皮顺使坏的 若干年后 人打着官司来 是我们仨人干的 不是我一个人 先把 王小姐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给春红穿好 挺麻烦 人死的不好穿 费了很大劲 穿得了 好在那会儿 衣服肥肥大大 也不是多合适 穿得了 原样放好 盖着楼席 又搭起来 王小姐的死尸 直奔后院 哎呀 一边走啊 朱少庆直哆嗦 我的妈呀 哎呀 这个比那个可轻多了 这个啊 哦 春红姐怀孕了 这没有 这个啊 你别说话 快在这儿啊 后花园有一口井 来到这儿 哥井里边 哎呀 哥呢 应该是先放脑袋 朱少庆害怕 把脚搁在里边了 一撒手 这位皮顺呢 手里也滑 出流一下子 死尸出了下去 是站在井底 站住了 哎 这事脑袋 应该先下脑袋的呀 你先下脚了 行了 这下去就得了啊 还这么着 皮顺哥 哎呀 找点东西 把井田们 呜 分头干 皮顺真厉害 一抱抱一螺砖 十七八块 枯动全扔里边 再叫朱少爷 登登登 两片树叶 登登登 一根草 皮顺气的 你这得弄得 什么时候去的啊 哎呀 真是个书呆子 骑着咔嚓 井口填死 又搬过一块大石板来 咔嚓 就把井口填平了 石指望这个事 没有任何人知道 但是 花园的院墙之外 大槐树之上 有人瞧去了 啊 谁看见了呢 您有印象 王松平 带着妹子 坐着车 来到县衙门 快到县衙门 走不了了 老百姓都围着 把这道给堵住 人群里边出了一个练武术的人 这种出来打抱不平 把老百姓分开了 这人是谁啊 此人 此人姓李杭七 名叫金敖 李金敖 宿宁县官称 李七爷 是个练武的人 四十来岁 狭肝一胆 啊 整个宿宁县 拜靶子 一块联了盟的兄弟十多位 全是练武术的 行侠仗义 过去尤其是武林中的人呢 他好着 都跪了一块 大伙一磕头 咱们就跟亲兄弟一样 当然现在也有 啊 可现在的目的不明确 我们后台说像 有一徐德亮 有认识有不认识的 那天跟我说 师哥 我跟谁谁谁 我们俩拜靶兄弟啊 他就是我大哥 我就是他兄弟 我很纳闷 我说你为什么拜他当大哥 你哪知道 你知道那嫂子多顺呢 所以说对这样的现象 我们不予支持 心怀叵测 谁要是赶上徐德亮 跟您拜靶子 千万可别大勇 在整个宿宁县 一提李金敖 都调大摩哥 侠干一胆 是个汗 浑身的武术 什么刀枪剑机 辅业勾叉 坦归射棒 冰点锤爪拐子 留下 带尖的带刺 带轮的带热的带绒绳的带锁链 带倒水钩 带鹅眉刺 没有人家不会的 了不起 衙门口里边人家徒弟 二三十位 快撞到 三班牙役 竟是他徒弟 头天在县衙门门口 瞧见百姓目拦车 心里很生气 走上前把人都拦开了 而且呢 随着原被告 走进东花厅 因为什么呢 牙役们竟是他徒弟 没人拦着 师傅您来了 您也不行 跟着进去了 站在堂口之下 一直瞧这案子 一直看到 姑娘死在堂上了 哎呀 把李金敖气坏了 顿足吹胸啊 一甩袖子 扭头就走了 回家之后啊 坐在那喝闷酒 从中午喝到太阳落山 酒入愁肠 愁更愁 越喝越别扭 天一黑 躺下了 翻过来 掉过去睡不着 赶等天都挺晚着了 起了二更了 一翻身坐下来 一瞧媳妇睡觉了 自己呢 下地 口也渴 喝了好些个酒 桌子上呢 大茶壶漆得了 嘴对嘴 长流水 顿顿顿顿顿顿 喝了一肚子水 挺舒服 开开门到院里 瞧啊 怎么这么闷呢 院子里没有风 又把大门开开 站在街上 街上也不凉快 他们家跟县衙们的后墙啊 整对门 后墙外边有一棵骨槐 打回树 七爷一琢磨 我上树吧 两下就上去了 啊 正好呢 有一大只子 往这一靠 嗯 挺舒服 挺高兴 正躺着呢 瞧瞧后花园里边 有仨人那刀摊东西 他还纳闷呢 现衙门闹贼了是怎么着 嗯 瞧瞧吧 瞧不很轻 好像是往井里扔什么东西 扔完之后有人说话了 老爷 这回您可就放心了吧 一听喊老爷 哦 那是支县大人 又听支县说话 哎呀 这我就踏实多了 这个事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可不能走漏风声 您放心 啊 小人我这条命 攥在您手里边了 有什么事 我往前挡 哼 太好了 我得好好谢谢您 您别去 从今天开始 您如同我的亲爹一样 衣服转上 手而大礼参拜 皮顺给支县跪去了 叫干爹 说完之后 仨人站起身都回去了 回屋睡觉 李金敖纳闷 这是干嘛呀 怎么回事 没听懂 反正往里边扔东西 迷迷糊糊 黄糊糊糊 白花花的 是什么呀 好像是扔个人似的 听他们说话 这里也没有寻思舞弊的事 莫非说府里有人被他们打死了 深夜埋尸 这是有可能的事 我瞧瞧吧 一个跟头 顺着远墙就下来了 来到这瞧了瞧一琢磨呀 哎 会不会是王小姐死尸扔在里边了呢 想的很聪明 但他没想到二诗相比 我呀 我到东华厅瞧去 倘若说 东华厅卢西一下 没有死尸 那甭问了 就是他们干的 聂族浅宗 来自东华厅一瞧 俩差人跟人坐着呢 旁边有一个灯 底下炉席上 鼓鼓囊囊盖的一个人 嗯 死尸没动 这怎么回事 脑不清楚 哎 这就是炼乳之人呐 他的心稍微粗了一点 心说得了 我先瞧个明白 日后有什么事 我再说 这才顺原路退回来 翻墙出去 回了家 他是回了家了 猪大人睡不着觉了 怎么呢 越琢磨越可怕呀 今天公堂之上 王松廷走了 赶天黑前 他能到府里了 面见知府大人 倘若说 明天清晨 知府大人办完了公文 过了赏午 中午往这赶 下午就到了 一天的时间 到这一验尸就看得出来 这死尸 不是王小姐 那我这官可就没了 而且我们这位知府大人 了不起呀 整个和监府没有不知道 知府大人 姓张叫张仓 外号叫张铁头 光知县 做了十四年 对外号称是清官 到底是不是清官呢 反正你没逮着 家家做私酒 逮不住的是好手 叫这大人 包括跟上司衙门 有时候一句半句的 他也敢顶 当然了 得占着实诚的把握 反正整个直立 都知道张的人了不起 张铁头啊 万一真烙着他手里边 他下来一查 一瞧死尸不对了 前程就没了 而且 我恐怕得蹲几年监狱 我干脆这样 写这么一份和解的成文 就说他们两家 打算和解 拿这成文 推大老爷几天 知府晚几天再来 现如今 五月初几 天已小暑 他再来的时候呢 死尸就胖起来了 面目难辨 话着好说 想到这儿 言得了墨填饱了笔 刷刷点点 写下和解的成文 写完了 隔地一边 转天早晨安排人 往知府衙门送 那么王松平呢 从工堂上下来 先回了家 跟媳妇一说 嫂子哭坏了 万没想到啊 早的时候小姑子还好好的呢 这这多大功夫啊 人就完了 全家人哭成一片 功夫不大 村子里这些个组长啊 亲朋好友全都来了 说什么都有 咱们上黄温灯 他们家闹去 拆在他们家房 咱放火 说什么都有 王松平说别去别去别去 官员别挡私言脉 我上府里边月牙上告 啊 要把这官司打赢了他 开始准备吧 该写的东西写得了 预备盘缠 有打家里出来 赶奔和监府 天黑了呢 也到了 当天晚上住店 准备一切的东西 四日清晨 面见知府大人张仓 张子仓一听怎么着 来打官司 而且一说是这个事 大欧西一口凉起 地方上就怕出现这个事 而且这里边 还有七品正堂 知县大人在里面 如果说官司真打翻了 整个这宿宁县县城 抹去城池一角 知县积大国处分 把他叫进来吧 王松廷进来了 晚上王松廷参见老夫台 小连宫快快请坐 往这一坐 王松廷一打量 张子仁六十岁左右 头戴方尺乌纱 身穿蓝缎子官衣 往脸上一瞧呢 见冷见脚的一张脸 花白的胡子 往这一坐 很有个威风 小连宫 晚生在 你弟子成文 我也瞧见 这个事是由误会上得来的 我觉得你们两家 没有必要把脸撕破 这个事 沉下心来 咱们好好的和解吧 哎呀 老夫台 现如今我妹妹惨死在公堂之上 我与那黄文灯 一天二里仇 三江四海恨 还有什么和解的话可说呢 万无此理 既然如此啊 这样吧 你先回去 好吗 本府安排一下下午咱们打到苏宁县 王松廷告辞出去 朱芝县和解成文到了 拿过成文一瞧来 张大人很高兴 啊 因为什么呢 张大人心里也想这个事 这个事不好办 正好有这么一和解成文 说两家打算和解 行了 挺高兴 既然如此的话呢 咱们先别去了 啊 宿宁县 暂缓 正好 东乡有一件案子 咱们先奔东乡吧 张大人吩咐人 下东乡了 等了一天 没见动静 王松廷来了 哎 怎么没去啊 有人说了 你来晚了 知府大人奔东乡了 嗨 等了三天 大人才回来 王松廷又来 您怎么没去啊 师父说不是你们和解了吗 谁说和解了 啊 这不对 你瞧瞧 这个 这是你们 都知县写来的 万无辞理 晚生不愿与他和解 这是不是 你们家里人出头 不能 我们家的事 我说了算呢 啊 万无辞理 请知府大人 您速去宿宁县 好吧 这才安排人 都准备齐了 带上所有的应用人员 包括武作 包括行明师 也是赶奔宋宁县 这一耽误可就是三四天的光景 天气炎热 死尸也发起来了 接到了知府大人要来的消息 朱知县这心里咯噔一下子 啊 来了 好 来可是来 万一 要是瞧出死尸不对来 这可怎么办呢 皮事乐了 来 您别担心 这事好办 有我呢 上上下下 我去打点 您踏踏实实的 这里头有我呢 啊 是 有你就没我了 哈 我跟你说皮事 此事关系重大 千千万万 你可不要掉以轻心 您放心 甭管了 下午 十里长厅 咱们得接张个人 哎 好 你去准备吧 赶等下午 现在说终点 两点半左右 知府大人张苍 来带了苏宁县 这边是远街高营啊 接到了县 娘 张大人问了 我说桂县呢 下官在 呃 本府住在哪啊 我给您安排公馆了 好 打到公馆 来到公馆 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 张大人前后看了看 桂县 悲知在 这个公馆 一共是几个门呢 跟您回 前后两个门 好 从今天开始 把后门上锁 无论是谁来 都走前面这个门 有什么事 咱们明说 明讲 万万不可 寻思无弊 是 是是是是 一说这话 朱之县这冷汉都下来了 怎么呢 不好惹呀 来了 先把后门锁上 没别的 就怕咱们在里边 寻思舞弊 心里挺难受 他出去了 知府吩咐一声 来呀 前后门上锁 所有跟我来的人 都跟院子里边 人都聚齐了 大人看了看 诸位 各位 再其位 你们来的人很茂盛 本府 有几句话 跟你们说 这次啊 关系重大 万不可 寻思无弊 听见了吗 宿宁县有亲戚 不许见 慢说住亲戚家 见一面 择打四十 七处府门 永不落用 事情过去之后 本府我自有安排 请一个月的假 我都准 无论什么事 跟我说 出这个门 把腿砸折 咱们是清官 知道吗 清似水明如 竟不雅于 沙照万展明灯 亮如伯昼一般 听见了吗 谁也不许 寻思舞弊 当然了 这个官司 结案之后 老爷不会白了你们 谁要是赢了 老爷出头 给你们撂点彩 吃点靠了 这是应该的 听见了吗 都听见 是老爷您放心 我们都听见了 跟着您 我们绝不敢 无作 老爷您放心 我绝不能胡作非为 都听见了 都听见了 刚说完 就听这大门 荡荡荡 有人刚要开门 知府大人一挥手 我去 都别动了 都别动了 我去 溺族前宗 来的大门这 这么大一只府 六十来岁人了 把这沙帽拧歪了 怎么呢 他有刺啊 把耳朵贴大门上 谁呀 就听外边说 我 你找谁呀 你是谁呀 你别管我是谁 你先说你是谁 你开门 我有事 别废话 你是找知府大人的吗 啊 我找知府大人干嘛呀 你快开门 我有急事 你说你打算干嘛 你是找武作来的吗 这一说完 回头一看 武作直哆嗦 心里说大人 别开这玩笑啊 不是找我的 你是找师爷的吗 师爷一哆嗦 您别这样啊 您问的是谁 你到底找谁呀 你不说清楚 我不开门 你快开门吧 我说厨子送赛的 我这啊 打着门一瞧 真是厨子 提人俩大石盒 一开门吓一跳 哎呦呦呦 知府大人 小人多有得罪 进来 进来 厨子进去了 大人扒着门 没人 把门关上 站好了 叫什么呀 我叫王三 叫王三 哪个王 三横一树 哪个三 一二三的三 怎么解 叫什么 姓王 哪个三 三横一树三 说错了吧 说吧 你干嘛来 不是老爷 您别一惊一乍的 我就是一厨子 之前大人让我给您送菜来 怕您饿着 打开 全打开了 分好几层 上面这个 四喜丸子 说 这丸子里有什么呀 老人 这就是肉 还不说实话 这丸子里有什么 我掺馒头了 嗯 我也看出来了 你小子不会跟我说实话 把这四个全磋碎了 行 你预备烧饼了吗 咱们吃这个肉沫烧饼 底下端起来 又端起来了 无论什么菜 大人都霍了 我都看看 嗯 行 这我踏实了 踏实了 一回头一瞧啊 所有的跟他来的人都咧嘴 这饭没法吃了 我们大人都过手了 老爷还不放心呢 一转身 我告诉你们 不是我跟厨子有过家 知道吗 我是怕他 群私舞弊 我问你 带银子了吗 哎 老爷 你别开玩笑 不都跟这 您都给磋碎了吗 这不是 没有 带银票了吗 说完之后 扭头来 跟这几人说 我告诉你 很有可能带银票 他要来行贿 你们知道吗 啊 老爷扭头说话的功夫 厨子那脸上跟外国鸡似的 一会儿一变色 尤其一说的银票 这当当一下子 一伸手又打后腰上 钻出来一张银票 一千两文银 一张纸 那是有花银票的 就是他说话 这银票钻成一个团 一牛脸 鸽嘴里 真来行贿 对 就是来行贿的 知府大人误打误创 说对了 皮顺安排的 在银子里带不进去 带银票 给那五座 这五座叫董县 府里边的 这银票给他 验尸的时候 咱们好说话 不是这个 万一被发现 发现了 你就鸽嘴里咽了他 别人看见 这招用上了 拿过来 钻成一团 鸽嘴里边 玩命的 嚼不烂 皮肤后边 有那酒壶 拔了三 顿顿顿顿顿顿 把银票咽了 厨子很高兴 别管我家里多穷 我肚子很有钱 现在 我现在 有一千两银子 在肚子里边垫顿 知府大人看了看 行 你出去吧 以后用什么 我自会告诉你的 是 转身出去 知府大人喊大伙 来吧 吃饭吧 别凉了 来吧 这跟您回 我们都不饿了 行 跟这 别出去 就溜溜的 把所有人全关屋里边